在CSI影集中 主角身兼现场调查 办案 见识等多重身份 不过这样的情况只会在戏剧里头出现 现实世界里头 见识人员并没有这么风光 他们是一群在幕后采证 检验证据 扮演协助侦办的角色 但是随着见识越来越受到重视 需要见识报告的案件也越来越多 见识人力是否足够 这个领域的未来发展性如何 也开始受到了关注 在见识工作里 测谎是一个需要对案情有高度了解 并且可以直接和嫌犯接触的项目 其实我一直坚信就是 在犯罪者的世界里面就是被告说谎是他的权利 也是他必然会选择的一条路 那什么才能让他觉得说他必须要讲实话 就是当你所有的拼图都已经拼凑出来 他认为他不跟你讲也无惧于事的时候 既然见识人员在破案过程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 那么破案之后该如何论功行赏呢 现实的状况是 整个警戒体系还是以刑事侦查为主体 测谎项目因为和侦办过程关系密切 续讲的情形已经比其他项目来得更多 不过 有更多的见识人员 他们可能在最前线负责财政或是实验室的检验工作 但是破案的绩效未必会分享到他们身上 部分监视人员私下反映 在绩效问题上的确会有不公平的感觉 这些即将布出校门的学生 或许还不会考虑到这些现实面的问题 除了准备警察特考之外 也一边规划着未来的见识之路 可能毕业前五年嘛 就是尽量都留在县长勘察单位 就累积一些实务经验 那之后可能等年纪稍长 或是有了家庭之后 可能再往比较中央的单位 比较专业单位去移动这样子 不是像大家看CSA一样 它其实很boring 做一个案件 同样一个案件 不断地再重复重复这样子去做 所以一定要有兴趣 案件数大概每一年大概三万多 那么每个案件上的案件数 也会成这个微幅的这样的一个成长 可是我们的人员数很有限 那么包括我们像我们的人员 total的人员 见识中心人员才120个不到 新近的见识人员 可能分发到中央的见识中心 或是地方成为第一线的财政人员 他们未来的路也可能从此大不同 17年来 李成龙坚持待在地方 待在第一线 他很明白 见识人员如果不到 隶属中央的刑事局历练 就不可能有升迁的机会 但是这位见识老兵 还是给即将加入的后备一些建议 科学有一个限制的问题 所以有时候科技它会进步很快 所以我们当见识人员 有时候你要自己要持续地去学习 而且你要知道最新的技术 或最新的科技的演变 为了提升见识专业 李成龙在清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当时还被教授反问 见识科学是什么 跟民众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去看一个案件 只能帮助到少数的人 但是当你去做一些推广教育的时候 你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 而且可能影响到更深远 李成龙勘查过一起诈领保险金案 当时轿车坠海 先生成功逃生 妻子惨遭溺死 这起案例被他当作演讲时的教材 不是要告诉大家案子是怎么破的 而是希望民众能学到 这个时候该怎么自救 先把安全带解开 就在车前面慢慢等 等什么 等水进来 当水会淹到脖子的时候 你就深呼吸一口气 但是这口气要撑一分半左右 一分钟一分半 所以你不能紧张 因为你紧张的话 那个气就会比较短 所以你先沉着 别那一口气 就是要等着车子下到水面 水压平衡 那时候车门轻轻一推 就可以推开 一般人比较可能遇到的车祸现场 除了先拍照 不要移动车辆之外 他也提醒大家 要有保存物证的观念 造势车辆所留下来的一些证物 或是碎片 玻璃 甚至油漆 他们都没有那种财政的观念 见识工作是一门 很专业的科学知识 他也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从车祸 窃盗案件 到刑案现场 都需要见识人员的参与 大家对于科学证据有期待 能够做得更好 人力是最基本的 一定要有人力 那当然除了软体之外 硬体也很重要 当见识观念越来越普及 国内的见识环境 才会越来越好 未经许刑 大家在识环境 一定会越来越好 影片 mismo